Yo的酒酸 所以今天是24.4.3的更新坦说明 那基本上已经推出了10月14 那这边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 那 其实他觉得主流 开发者认为主流玩法很稳定 有少数一些比较强的卡 然后减少 主要是减少这个对战的挫折感降低猎人的平均强度给一些角落排组一些喘息空间 所以基本上猎人是现在 几乎是最强的牌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的这边的NRF 蛮多都是在猎人身上 那 他这里还有讲说有个较强卡并没有招改动 那就是雷纳瑟王子 也就是我们 会变成40滴血然后40张牌的这个 就这张牌其实是真的很强吗 那个 想必有 玩过四张牌组的人都会认同这张牌真的非常的强 尤其是现在控制牌组基本上 你控制牌组基本上一定要带雷纳瑟啦 就不带雷纳瑟你基本上不是控制 就是你会变成是比较一个combo类型的牌组之类 或是快空 然后 他说在24.6的更新会带来一些有趣的东西 所以 到时候再看他下个资料片有什么改动之类的 稍微一点点期待 可是并没有很期待24.6跟新党 那我们来看 这次的nerf了nerf了谁 所以第一个重枪的是 凤凰公爵 凤凰公爵我个人认为还是一张太强的卡啦 他从4费变5费 那 基本上现在每副牌都会带他 如果你想知道 有一张牌是不是太强 那就是如果这张牌每副牌组都会带的话 他就应该太强 不如无论快攻或是 控制 基本上都会带 快攻控制 然后 combo 你基本上都会带疯狂公爵 因为你可以带疯狂公爵来防别人的疯狂公爵 所以 基本上是一定要带 而且他的费用其实很低嘛 跟吞吞吞鱼比起来 吞吞鱼7费 然后风红雪才5费而已 所以 太强 这张牌 我 蛮确定在 未来应该会被nerf 因为这其实会让很多牌组都没有办法运作 而且我觉得他带来的 挫折感可能有点太大 就是 吞吞鱼带来是一张不错的牌 因为吞吞鱼是直接把牌吞掉 然后 就 就直接那张牌就不会再出现 可是凤凰公爵是 把那张牌换过来 所以 等于说 对手会拿 一定会拿到你一张好牌 然后对手一定会把一张烂牌 就是他能够给你 一个最烂的牌给你 所以 尤其现在我觉得 瘋狂公爵跟那个 叫什么 戴那瑟斯网的那个互动 其实还蛮糟糕的 因为你 灌了一大堆戴那瑟斯之后 然后被别人的瘋狂公爵走起来 蛮不舒服 然后别人还可以 继续灌你 你之前灌过的戴那瑟斯 就是 这是一张有点诡异的牌 所以部分问题可能在戴那瑟斯上面 就戴那瑟斯是 单人秒杀牌 其实 就是一单卡秒杀 其实不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所以 这有点像是一个 一面是瘋狂公爵 真的太强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戴那瑟斯的 效果太强 所以你一定要用 瘋狂公爵来 搞 而且你 瘋狂公爵不只会 让对面没有办法斩你 还会让你 把对面斩杀卡拿到 而不是像是 以前 比如说蛮多是那种两张combo 或是 比如说五张牌combo 然后你 把其中一个拿掉 然后对面 就没有办法combo 可是你也没有办法用他combo牌来combo 瘋狂来 瘋狂去的 所以这变成一张有点恶心了吧 而且现在 有 蛮多牌组都是那种 单卡强度很高的那种状况 就比如说圣骑 他的 英雄卡 或者是比如说甚至法式英雄卡 就是很多英雄卡的单卡强度都非常高 所以导致 瘋狂公爵都 处理这些东西都处理太有效力 像以前吞吞云 你是没有办法处理英雄卡 可是瘋狂公爵都做得到 所以这张卡就是基本上 就是太强了 没有什么好说了 改成就算改成五费 其实 改成五费比较像是变相在buff 会成长水晶人 也就是德鲁伊 因为他会很 他会很容易 花这五个水晶出来吗 因为 因为每个人都会用这张牌 然后每个人还会继续用 这张牌 几乎啦 可能有些 快 真的超快攻不会啦 不过 除了超快攻之外的所有牌组 都还是会继续用 然后德鲁伊也会觉得 这张牌 还行吗 继续用 所以 而且这变成 从四费变成五费也不会影响 比如说女士德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这张牌就 还是一张超级强的牌 而且还没有说 瘋狂公爵 主流玩法中一张重要的牌 机制成为大家抵抗 常在游戏后期的重要角色 但对局 对输 他的时候 对输的时候 感到十分挫折 他不想让他在下个人气中 下个只要变成高人气的卡牌 所以 这次改动会降低他在 降低他的使用率 这样改动如果没有那样 机率大幅降低的话 会考虑在未来进行更多改动 所以他们会在未来对他进行更多改动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各种恋的nerve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露灵 露灵从 5 4 变成 4 3 基本上直接少 1 露灵还是很强 就算从5 4变成4 3 还是很强 然后另外一个 熊灵从25 变成24 那一样 还是蛮强的 算4跟5的这个 血量会有一些断点 就是会有些break point 所以有些事工人就现在突然可以直接 自己处理熊灵 那 露灵跟熊灵其实 这种nerve 只是把种子nerve稍微 就把种子nerve一点点而已 因为你其实不一定会拿到露灵也不一定会拿到熊灵 然后 虽然以费那个是 理论上比较弱的啦 可是露灵跟熊灵另外一方面很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有种族 他们还是还是野兽 所以他们还可以做各种野兽相关的combo 或是比如说跟那个古堡犬射搭之类的 所以他们的强度是 就是都还在啊 我觉得这对 猎人来说并没有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nerve 就是 因为猎人 你要想40张猎 他其实 他就是40张超级好牌 所以这只是影响了一些好牌而已 虽然我们大部分的 大部分种子系列的 都有在现在40张猎人里面啦 那这边有说所以 现在 呃 呃 就是 这灵魂盗猎者 熊悟冲锋 狂野灵魂 亚阿龙 这都会 可以 全面反乘 因为他们就是 用这个种子的 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40张猎人会带 灵魂盗猎狂野灵魂跟亚阿龙 所以你其实只会nerve带来5张卡而已 就是40张猎人的5张卡 然后还有这鱼叉枪 所以总共就那4张的7张卡而已 虽然我觉得鱼叉枪也是一个 就是 莫名其妙的存在呀 就鱼叉枪说实在一点道理都没有 那原因是因为他原先 打撈 然后如果是野兽降3费的话 如果是野兽的话代表这张卡的费用是付3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给的水晶跟节奏都很太高 其实就是一把武器 然后打撈原先就是一个超级强的事情 然后你还让他 带一个 降野兽费用的效果版就 不是太合理 那现在打撈变成是野兽降2 就稍微合理 一些 不过其实你仔细想话还是不大合理 因为 他还是一个负与费的武器 那当然你会说 就是我讲负与费的话我其实还没有 我是结算这个 那你可以说你可能不会打撈到野兽啊对不对 那你打撈到的东西不是野兽的东西 一定是你 也是很好的东西吗 那打到光打到这个磁序其实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磁序因为你可以 你等于说可以决定你下一张牌会抽到什么东西之类 然后如果是野兽的话 等于说他可以再给你更多的节奏 基本上这是一张有点做坏的牌 然后 我还是持续这么认为 大概只能降以费作用 这张牌才会比较合理 因为打撈其实是一个 很强的事情 打撈这件事其实非常强 所以就大概大概是这样 不但这个鱼叉枪这个改动其实会让 我昨天的那副牌组 带那个 欧苏马特的会变烂一些 因为欧苏马特 降三费跟降养费其实差蛮多的 OK 那基本上标准的改动就 带来到这边 那接下来是英雄战场 真军数是从 4个手下变5个手下 然后 护甲等级从0护甲变成4到7护甲 所以从0护甲变4到7护甲 应该是buff真军数是因为 他任务会变简单 然后血量会变多 那当然这个能力改动是一个 大概 20%或者是45%的 削弱 那看 我忘记这 这正确算法是什么 这算法可能是20%吧 20%削弱之类 或是25% 那总结就是 这其实没有到影响那么大 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因为 现在就会变成说你必须要是 一个好的 必须要是一些好的种族 你才会选这个真菌啊 这变成你会更需要更吃 需要元素 需要元素种族跟野兽种族 然后 会出真菌的话一定会出鱼人嘛 所以 一定要是出这个三个种族的局 你才会 选这个真菌是不是 好 那冒烟枪 从加5攻 变成加4攻 那冒烟枪会变 现在变得更容易达成 这有点像是因为烟枪有点 在一些局有点太强了 就比如说野兽局 或是机械局 烟枪其实 都有点做太多事 因为 等于说圣盾机械它可以 有一些偏血就很强 然后你偏血也有更多弓 然后更多刷盾 你如果会刷盾的话你又会产生 Token机械出来 然后野兽也是有点类似的 问题 所以基本上他们需要把这个nerf掉 然后让 冒烟枪变成更符合原先他们设计 里面就是一个 很好完成的任务奖励 然后 基本上是在游戏前期 帮助你打前4的这种 任务奖励 又不是一个 就是超级强的后期机械 就是我 我之前玩的话我觉得这个 主要跟机械其实有点太搭了 好 那接下来是虚空龙 跟目光使者 所以基本上这两张牌的星数对调 虚空龙变成三星旅电东西 然后能力不变 然后获得一攻跟无邪 从零攻四邪变成一攻无邪 所以获得加一加一 然后目光使者从 呃 三三 旅电等级三 四攻四邪变成旅电等级二两 三攻三邪 其实将目光使者变成一张非常强的卡 非常非常强的卡 那这个改动主要是让一些卡二 玩虚空飞龙双马尾的流派变得更难运作 虽然我 我有玩过一阵子这种东西啊 所以 不是每个角色都可以玩啊 只是他们就想让那些角色变得更不稳定一点 大概 艾兰娜 干这件事情有点干太容易了 所以现在 艾兰娜变成要升到三星才能 做这件事 那你升到三星你可能 碰到塔塔将你就干脆玩塔塔将 或者是你就会变成 会更偏向玩塔塔将一点 OK 那 这是 无法领取或装备的错误 这应该也是一个skin 那就 更新就到这 好了 感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我们就 周围再见 拜 这家伙一定会被Zibnerf 这家伙还是太强